玩了這個廢手遊這麼久 身為一個中戰農民 其實也有很多感觸 首先就是官方一點都不大方 送獎勵簡直沽寒到死 買東西又貴 三年多都不降價 對平民玩家不友善 等大家起得七七八八就不停合伏 遊戲還經常出狀況 旋轉馬車大家知道 還有很多壞事說都說不完 我之所以未退遊 除了腦筋縮了之外 就是因為有朋友一起玩 你呢?你們有朋友一起玩嗎? 好啦趁這次大改版前 趁兩句啦 直接說我是十五伏 這三年來一直都很艱難 什麼黃成都沒有直到第一次合伏 我們小團嘛 需要不停跟別人合團 打算好好進修日後再聚 怎知半年後我發覺再聚的希望落空了 我真正放下那天特別傷心 我記得那天在鑽豬扒吃 怎知豬扒越鑽越咸 家人罵我白癡 為個遊戲?傻嗎? 是咯 真是不堪回首啊 玩廢手遊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朋友或戰友一起玩 就會慢慢玩不下去 所以我那時距離氣又只有一步之差 怎知那個時候有人主動拉我入團 這個團感覺很團結很溫馨 尤其是幹部真的很聰明 簡直是三角人才 這段時間真的特別開心 又認識了不少新團友 玩玩又第二次合伏 大家又分裂了 後來太多磨擦就不一一細說 人多一起共事就是好而吵架 這個三角是一個小社會 周圍都是牛鬼射神 一不小心就會被人騙 總有些人是騙人感情 濫用你的信任 如果你沒有被玩家騙過 只能說你玩得不夠深不夠耐 我自己都遇到不少怪人 都是那句啦 遊戲品即是人品 日久見人心 道不同不相為某 好啦 且遠啦 終於來到最後一年了 我們跟幾位老友組小團 就是這個西遊神話 這個小團是比較少人 但有幾個好懂得玩的精英帶著 經常都有溫馨提示 團內很和諧從不吵架 入過很多次連賽十六強 全因大家都夠拼命 願意一起出席練兵 團內很多中高戰也很努力 有人早就過了十二關 師兄就是這麼浮誇 但難蠻也是啦 我們一個很少人的小團 每個中箭都拼命去打 還想爭到頭二百 總之就是有自同道俠 兼且腦筋縮了的朋友一起玩 真是比較舒服 如今三年過去就要改版了 越來越多人又分裂了 你現在還有值得一起奮鬥下去的朋友嗎 好幸運的是我們還有 改版後什麼時候會棄油 未知都可能會跟著大家去玩其他遊戲 但是很多東西仍會留在心中 人生不是只有遊戲那麼簡單 日後有緣相見 記得Carry一下我們 我們至少講信用 做不到不會去答應 答應了就會盡力做 祝各位平民好運啦 就這樣啦 拜拜